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科暗战 今天是8月8日星期一 过了个周末 我们又来看看这个币圈发生什么事 在过去24小时内 根据CoinGecko的资料显示 至至折告之前 BTC现价报24,027美元 升幅达到4.5% 而ETH现价报1743美元 升幅达到3.7% 接着又来跟进一下头20大二线加密货币的市况 在今天头20大二线加密货币里面都没有default 所以最大升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AVAX 现价报28.49美元 升幅达到9.9% 而第二大升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DOT 现价报9.25美元 升幅达到9.3% 接着又来跟进一下其他重点消息 这一只消息是来自Block Temple BTC在7月底的时候 一到逼近25,000美元 不过在这个星期就有少少后径不计 截至现时位置就在24,000美元上下徘徊 对于近期加密货币市场的走势 彭博杰森分析师 在星期五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BTC现时的交易价格 正是处于折扣优惠期 即是说现在这个价格可以说是超值 不过在文中他都有表示 如果联储局再次加大货币紧缩政策的力度 BTC很有可能会跟着股市一起下跌 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就认为BTC相比传统股票市场的风险相对比较小 不过都不是每一位分析师都那么乐观的 Digital Capital Management的总经理就表示 BTC可能会再次下市1万8千美元的低位 他的解释就是BTC最近的支持位就是2万美元 虽然走势不错但进度就相当缓慢 而且不够稳定 所以可能有再次跌到1万8千美元低位的风险 正反两面都有短期想获利的人都要小心一点 打算长期投资的人倒不妨留意一下 现在这个价位是否自己的心水价格 如果想入手BTC的话 大家都可以考虑慢慢入货 好 下一质消息 这一质消息是来自Coin Telegraph 在7月6日宣布破产的Voyager宣布最新的赔偿科案 纽约法院批准释访出旗下托管账户里面 其中2.7亿美元现金的存款 偿还回给平台的客户 而在Voyager宣布破产的声明里面就表示 他们公司持有价值13亿美元的加密货币 加上全在大都会商业银行里面3.5亿美元的现金 还有向三线资本追讨赔偿的6.5亿美元 不过银行方就表示 Voyager的户口里面其实只有2.7亿美元 和法庭文件所记载的金牙不符 还足足少了8千万 在Voyager申请破产之后 不少用户都一直寻求帮助 希望可以拿回自己的钱 而在星期五有关的赔偿方案就正式出路 平台方宣布由8月11日开始 用户可以在24小时里面提取最多10万美元的资金 有关的资金将会在5至10个工作天内收到 不过大家都要留意一件事先 是在24小时之内就要进行操作了 过了这24个小时之后 不止可以拿回多少了 如果大家手上有限制的加密货币 而有暂时不打算进行任何的交易 都可以考虑一下方法在Core Wallet先 因为平台方宣布真的随时损失惨重 所以中心化的平台是否真的风险低些 和为由保障些 都真的要自己好好衡量一下 好 今天的分享又暂告一段 记得点赞 订阅和订阅小时 我们下次见 拜拜